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现时土地开发工作艰难 但未听过中央有意在内地水域 填海造地协助香港 另外她表示会尽快争取落实健康码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本港三份部长专访 提到土地问题 她说对香港的造地问题感到辛苦 土地开发比1997年艰难十倍八倍 她说现时政治气氛保育意识高涨 又有一班人受有关问题 与政府对抗令进度拖慢 林郑月娥说现届政府重视中长远政策 但好像上届政府踏石仔造地 或者以球场、运动场等改划成插针楼 只是短暂止痛药 倒不如一次过开拓一两千公顷土地 以及继续重建旧区 对于早前建制派说中央有意在内地的珠海桂山岛填海造地 林郑月娥说没有听过中央提及 她认为中央重视环保 形容填海几乎不用想 又反问为什么不在大婴山交移州填海 关于健康码的推行进度 林郑月娥强调自己日日都留意疫情发展 会争取尽快落实健康码 当中有法律工作要做 包括是否可以将内地不同地方分做第一和第二类 来自属于第二类的地方人士 可以免除强制检疫 林郑月娥又提到 政府正在加快推进 和深圳以及大湾区的创科协同发展 包括和深圳相议紧推出联合政策包 吸引在美国的内地科技企业 和华人人才回流回香港和深圳 母线电视机者关口为报道